今天又讲一个乡村怪谈 这个事呢发生在我高中的时候 高一暑假呀 我们这没事做去打暑假工嘛 就去当地的一个印刷厂去做临时工 在以前的时候肯定做不了专业的 我们就做一些什么工作 裁剪装定 这里我们就要说一些有关印刷的知识 大伙都知道啊 每次印刷呢其实都印很大的一张纸 那张纸我们叫做一凯 把这张纸从中截开 这就是二开 然后再截一次就是二乘二 四开 然后再截就是八开 再截是三十二开 而那会印刷的时候就是把板做好 把这张纸啊正反面落进上字 再这样折几折 最后折成一个三十二开 再通过一个像小扎刀似的裁剪的东西 这么一裁 这个时候的纸张就是你们看到的书本的纸张了 有些做设计师的朋友可能还知道 在做设计要出血线 这个东西就是印刷来的 就是被裁掉的那一条纸 我们当时的工作呢就是裁这些出血线 那个时候呢工资给的也不多 每天二十块钱 但对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 这一个月能挣一台小霸王游戏机的钱 这已经非常不错了 就是有这么一天吧 我记得是当年的阴历七月十五 俗称的鬼节 那天呢我要出外勤 我们主任呢让我去送些文件到镇上去 我当时就骑着我那个小摩托 我就过去了 等回来的时候呢天有点晚了 我怕赶不上晚饭 于是呢来的时候我从大路走的 回来的时候我就走到小路 这个小路要经过一个荒村 什么是荒村呢 就是荒废很久的村子里边没人住了 我就从这个村子经过 等一进去我就后悔了 因为什么呢 这天都黑了 这荒村里边没有路灯啊 这黑灯瞎火的 这路也不太好走 我这个小摩托的灯呢 又有点毛病 总是忽明忽暗的 照不了多远 我就借着这点光 在前面尽难的行进 就这开了不知多久啊 突然的就有了这么一件怪事 这是什么怪事呢 我就看见前面突然是白画画的一片 就在那冻了 等开进了一看 我的天哪 这是一群出殡的人 所有人都穿着白色的校服 校服不是学校的校啊 是这个披麻带校的校 都是每个人都是一身白色的校服 所以我在那看的是这么白茫茫一片 我心想怎么这么巧碰上这种事 而且这怎么还大晚上出殡 一般来说呢 出殡这都白天嘛 你大晚上的多瘆人 是吧 而且不光是这 更奇怪的是 一般来说出殡不会是敲敲打打 吹着唆呐 还是特别热闹吗 那家竟然什么声音都没有 一群人就安安静静的 在这个路上走 这也给我吓得有点心里发毛了 我说 这 这不会是遇见什么东西了吧 我就骑着我那小磨头呀 我想加个油门快上走 吹的一下就冲到他们队伍旁边了 在他们旁边的时候 我是加大油门就往前冲 可这个时候最可怕的事发生了 我这个小磨头平时虽然破是破啊 但是开的还是挺快的 这个时候我加大油门 油门都拧到头了 我这个速度 他就跟走路一样 旁边人走多快 我这个就开多快 哎呀把我吓得 我都跟那人快并排走了 这个时候呢 我不仅是心里边发毛害怕 我还有点尴尬 我就在这开啊开 我这不经意的往旁边看了一眼 我就看这一群人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的同一时间 把头扭过来了 他们也在看我 这一下可把我吓坏了 这所有人 不知道为什么 都张大了嘴 所有人都张大嘴看我 然后每个人的眼神都非常空洞 不知道他是在看着我呀 还是看着我后边的 就是那种看空气的眼神 我当时就吓出了一身冷汗 就骑着这个小摩托呀 缓缓的前进 跟着他们不知走了多久 终于我这油门突然起来了 蹭的一下 就往前冲过去了 这个时候呢 前面有一个路灯亮了 我已经冲出那个荒村了 等这个时候我再回头看去 后边有什么都没有 这一群人呢 是消失在黑暗中了 还是怎么的 我不得而知 等在这之后 我是刚到家就大病了一场 高烧不退 在那说胡话 嘴里一直念叨着一些人名 等后来家里人就问呢 说我到底去哪了 我就说过了一个荒村 怎么怎么的 等这之后啊 大伙就查了一下 原来那个荒村呢 是张家庄 里边人呢 都姓张 我那时候说胡话念叨的 也都是姓张 于是家里以为 是不是惹着什么东西了 就去那个荒村呢 烧了烧纸 连着去了几天 烧了几次 回头呢 我这个病情是越来越轻 后来就没事 自打那之后啊 那个荒村我再也不敢去了 印刷厂那份工作呢 我也是赶紧辞了 之后拿着结的工钱 是开始了我快乐的暑期生活 再也不去掺和那些糟心事 这就是今天的鬼谈 就是个故事 不用怕 我们明天见